您好,想弄点啥 您好,老板 弄点啥 您见过黄金的金币银员吗 黄金的金币银员 对 我说我昨天还见一个假的 我拿出来我看看 我这个不可能是假的 不可能是假的 我想先问一下 从哪来的 我父亲几天逃了 逃了 我爸逃了 然后放假的有十来年了 你父亲十几年前逃回来的 对 我这不是说现在没的 要你说的 昨天见个假的 可是现在没的 我这种把人都放了十几年了 对 我先跟你说一下 你这个呢 属于这个传扬 你看民国21年的还是 确实 你要是有这种银员 但是是银的 你这个是 我觉得应该是白色的 上面涂的漆 刷的漆 不是我挺看的 你看这 你看这 那你刷上黄漆 那看金黄金黄的 哈哈哈哈 但是这这不是那个啥 你爸还只见过说 我小时候就放假里了 小时候就放假里了 然后这旁边人 大人都赶干进去了 然后说了就是我结婚 还准备用那夏天去买房子呢 哦 呃 你父亲跟你讲说 这等你结婚的时候 下彩礼的时候 十几年前买买花多少钱 花多少钱 当时就花了八千 哦 这个银员花八千 对 那你要十几年前买 我先跟你说一下 嗯 十几年前二十一年的船 嗯 你花八千块钱买 还不便宜 对啊 就是看的是金币 其实他这个 这不是金币 再跟你说一下 不是金币 嗯 不是金币 嗯 这个二十一年船呢 在传扬里边 嗯 你看传扬里边有二十一年的 嗯 二十二年的 二十三年的 嗯 二十三年的是最多的 嗯 二十二年的呃 少一点 价值比二十一年的高一些 我这个高多 在二十一年的就更少 最少 最少 像现在的这个二十一年船 如果是真品的话 赢的 嗯 真的嗯 你像品相一般的 嗯 也得大几万 几万块 几万块 嗯 嗯 像你像那平常咱们见到的 那个二十三年船 嗯 那才一千多块钱 嗯 二十二年船也就几千块钱 嗯 但这个他就贵 嗯 但这东西他不是 问题是你这逃的 你父亲逃的 这不对啊 这对不对 一会还成黄金的 都没有黄金的 不是 当时他以为是黄金的 他也不懂吗 这不是 请你这一说才知道吗 你看一下鞭齿 这鞭齿就一眼假 说实话 你别说花八千了 你十几年前 你花八块钱 我就觉得他有点亏 不是 当时这个没有掉啊 都是黄的 哎 没有掉现在掉了 哈哈 这个我拿过来 镀金的 我想是镀金的 我想是下面是 这上面是鸡 这底下是鸡 这旁边是 说实话 你回去啊 你家里面有黄金首饰了 对比一下 对比一下 你看他 黄金首饰跟这个 这个颜色一样 就一样 这明显他就刷了漆 我感觉是假的 他爸你就说是真人 然后过来叫你看看 你让我看 回去我也不敢说是给他说是假的 我还得给他说是真人 还得说是真的 因为他年纪大了 他气得受不了 哦对对对对 放十来年年那时候有了 他感觉你就是个宝贝 那要我说 你就给他弄点钱 拿几万块钱 你说这卖了 卖了 对那也可以 那也可以 省他就是说他知道 说假的 他进入不了啊 老年人是吧 他还会叫我卖 然后他就过来检订一下 你说几万块钱卖了 回忆我还给挨打了 哈哈哈 那这咋弄啊 你回去你还得给他说是真的 对 留了 对我还给他 他一个小盒子 他放在盒子里边挡招备 哦 可以可以 准备 准备带过来人家窗盖二的 哈哈哈 可以可以 那你咋说啊 毕竟是你父亲以前逃过来的 花了大价钱 对 你现在还只能不能处理花 那时候花花钱的 那时候工资才几百多年未有 那对 你这我还得跟你说一下 嗯 让你父亲啥时候想出手 嗯 你给他出手 对啊 你还不能让他去 你到其他地方一看就肯定是假的 是的 他也不用了 他不会给他 他也把人家都掉过去 他不会 哦 那就行 那还怕别人骗他 对 那是 现在骗着很多 对 行 那你还拿回去吧 东西一块你知道就行了 好吧 谢谢你老板 没事没事 好 再见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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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